試著花蓮強震發生之後第七天 貼王新大樓在拆除過程當中 發現一隻貓咪橘子 救難隊員在搶救的過程 也發現一旁的窗戶內 還有另外一隻貓咪 疑似救世著罹難者康老師的愛貓妞妞 為此救難人員再次搭上 雲梯車上身來救援 不過妞妞已經跑掉了 目前只能夠先放置月光龍來進行捕獲 而康爸爸得知消息之後 也立刻趕往現場 望著大樓不發抑雨 默默關心著救災進度 這隻橘貓橘子卡在七樓鐵窗 動台不得 洞保及搜救人員出動雲梯車 最後橘子成功獲救 而在搜救過程中有驚喜發現 直接冷氣機旁的窗戶 帘子掀起探出另一隻貓咪 在窗邊張望好一陣子 他疑似就是罹難者康老師的愛貓妞妞 綠眼睛前腳一隻橘襪一隻短白襪 地震當下康老師則返回大樓 為了尋找愛貓不幸丧命 如今妞妞現宗親友燃起一絲希望 朋友得知消息帶著康老師生前錄音 趕到現場深深呼喚 盼能順利找回愛貓 康爸爸也來到現場 關心救援進度 消防隊再次搭上雲梯車 進行搶救貓咪大作戰 但目前只能在窗邊放置 幼捕龍想辦法讓妞妞在現中 康爸爸雙手環抱 靜靜凝望著傾斜的大樓 只希望奇蹟出現 讓愛女舍命搶救的愛貓 能平安回到主人身邊 解讀報道